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来跟进柔佛州董联会注册 遭吊销问题的最新进展 也是柔州董联会主席的董总主席陈大景 上周才因为这个问题刚刚宣布告假 但今早就正式接获社团注册局的信函 批准恢复他董总主席的职务 短短几天就结束了他这一次的告假 陈大景今早临时召开记者会说 董总事实上昨天就已收到了通知 但律师今早才正式拿到这封 由社团注册局总监马沙雅迪签署的信函证本 批准他本人和另两名柔州董联会代表 也就是董总中委林清兵和常委陈锦州 出任柔佛州董联会以外任何社团的代表职务 但同样来自柔州的董总中委林福良 则还没有收到注册局的批准函 因此陈大景表示 董总将会积极争取和了解 希望能够尽快恢复林福良在董总中委的职务 根据了解虽然陈大景等人的董教职已经恢复 但这并不表示柔州董联会的注册也获得恢复 社团注册局警示根据1996年社团注册法令第49之一条文 特别批准招撤销注册的柔董联会三位代表出任其他组织的要职 而柔州董联会的注册问题还在积极处理中 在军演中被同僚开枪击中送命的已故陆军特种部队少校 莫哈莫查西的案件 今天迎来新的进展 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工作 将有关事故鉴定为军训意外 36岁的莫哈莫查西是在今年9月4号的操练中 被队友开枪射中了被捕 送往医院急救后伤重不治 大马陆军今天发文告指出 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完成 决定将有关事故鉴定为个别事件 调查委员会也察觉 训练所使用的装备都处于良好状态 大马陆军将对相关人员采取适当的几率处分 如有必要也会根据需求来修改标准作业程序 陆军训练将会继续进行 以增加他们对现有装备的信心 同时在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的预准下 陆军已在9月17号举行的仪式 追授以顾莫哈莫查西为中校 借此提高死者家属的福利 警方打击恐怖行动毫不手软 在过去的三个月内就逮捕了16名逆藏在国内的恐怖分子 并揭发一批印尼籍的伊斯兰国IS恐怖分子 在沙巴秘密练军 其中的两人更是普通的圆球工人和清洁女工 万万想不到他们竟然是恐怖组织的金主 吴吉阿曼政治局反恐组今年5月逮捕了一名 遇前往飞南的印尼籍恐怖分子 依据嫌犯的手机内容锁定其他党羽的位置 并于今年7月到9月展开四起逮捕行动 逮捕了16名恐怖分子 这批在沙巴秘密念军的S分子被捕着有12人 包括一名本地男子 10名印尼男子和一名印尼女子 年龄介于22到36岁 他们在该处接受军事训练已有3年 并事迹在马印发动孔席 其中该名大马人已获得委派特别任务 就是专门策划暗杀我国一名政治人物 同时也对非穆斯林场所展开炸弹袭击 好心反施财 一名鸡饭贪组遇上迷魂党 本来好心捐出5令吉 结果却在迷糊中被取走了钱包里的1200令吉 此案经早11点30分在哥本苏丹街发生 事主刘丁财在报案时指出 事罚前他在西湖宣食店售卖鸡饭 有两名不认识的印尼男子 声称为丹州道北的一间庙宇筹款 当时他把5令吉放进捐款箱后 对方就叫他拜拜神像 其中一人更摸他的头 说是一种祝福 然后叫他去洗手 刘丁财在洗手后 印尼男子就向他讨一张白纸 当他从裤带拿出钱包时 对方表示要把白纸放进钱包 当时他感觉迷迷糊糊 好像被对方迷魂 后来他要找钱给顾客时 才惊觉钱包里的多张50令吉不见了 计算后总共是1200令吉 但当时两名印尼男子已经走掉 印尼东部的马鲁古群岛 今天早上发生了6.5级强震 接连而来的多起余震 让当地居民惊慌逃离 虽然没有引发海啸威胁 但是也造成当地建筑屋损毁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 多人受伤 地震是在大马时间星期四早上7点46分发生 镇央位于马鲁古省安稳东北部37公里处 镇源深度为29公里 一名在当地的法新设计者说 当时他和家人都在睡梦中 突然房子摇晃得很厉害 他们和邻居都赶紧逃往屋外 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发言人阿古斯说 岛上一间大学建筑屋砖瓦掉落的情况相当严重 墙壁上也出现了大裂缝 觉生已经全数撤离 另外有一座桥梁也出现了裂缝 尽管当地灾害管理机构的负责人维拉说 地震没有引发海啸要民众无需惊慌 但是部分地区的居民已经自主撤离家园 逃到较高的地方去避难 导致当地交通拥堵 虽然我国最近饱受掩埋之害 但还是无阻2019年吉隆坡塔国际跳伞活动 跳伞环节分成早晚两个时段 让来自25个国家的103名跳伞爱好者 从300公尺高以悦而下 欣赏我国市中心白天和黑夜不一样的美丽 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感受在空中飞翔的自由和刺激 我是小慧 祝您晚安 新闻的最后 I got your blood on the top of the wave I got your blood on the top of the wave